有句话说,岁月从不败美人 这句话在娱乐圈的女星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放眼望去,娱乐圈的女星似乎都不会老 52岁的伊能静依然是少女 年过60的刘晓庆也成了动灵女神 不过,台湾女星有位真正的动灵女星 虽然她已经退出了娱乐圈 却是热搜榜上的常客 而且她优雅美丽了一辈子 她就是小龙女潘颖子 当年的潘颖子可谓是无数人心中的女神 她外形娇巧,讨人喜欢 再配合专门为她设计的戏服 和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实在动人 如今的潘颖子已年过71 但她从身材到皮肤完全不符真实年纪 都看不出该有的岁数 每次出现都是少女模样 虽然有人质疑她的年轻是伪装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 潘颖子是打败了岁月 从年轻美到现在 而这位让岁月惭愧的女子 和许多多情女子一样 曾为爱隐退 无料却惨遭背叛 至今仍单身 1949年 潘颖子出生在烟雨萌萌的苏州 是典型的江南女子 潘颖子家族在苏州 曾相当有名气 而且是书香世家 与状元宰相潘世恩 收藏家潘祖殷等都是同宗 潘颖子高祖父潘魏 曾祖父潘志雄 曾任巡抚 知府等职 潘家可以说是世代为官 出生在这样的世家 是潘颖子的福气 而且她自幼就是美人披子 一双水汪汪的眼睛 格外惹人恋爱 1953年 潘颖子随父母迁去香港 虽然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对于四岁的潘颖子而言 无非是换了一个地方而已 和所有爱美女生一样 小时候的潘颖子就对荧幕充满了向往 每当看到电视上 那些扮相美丽的女明星 都会想我长大以后 也要成为和她们一样的人 时光悠然而过 转眼潘颖子长成了14岁的大姑娘 一心向往娱乐圈的她 在这一年考入了 香港邵氏南国诗人剧团 二期培训班 因能歌善舞 她很快脱颖而出 和胡彦妮 和莉莉等人 并称为邵氏十二金差 毕业后 潘颖子成为邵氏正式演员 并顺利出道 在那个无美颜 无过滤的时代 潘颖子 鸣毛好齿 一头乌黑的长发 让她身上多了种仙气 在同龄女星中 显得尤为出众 还曾应邀到 泰国国王浴前表演歌舞 不过 潘颖子的影视之路 却并不顺利 但是邵氏重点培养对象 是郑佩佩 潘颖子虽然获得了 不少演戏的机会 但都是一些跑龙套的小角色 一直到七十年代 潘颖子的事业 才算有所起色 先后主演了 古龙绝带双胶改编的电影 《玉面侠》 饰演谢星禅 与珍珍 王尹 谢贤等合作主演了 李汉祥指导的台湾电影 《提营》 饰演提营的三姐 至此 潘颖子的心路 越发顺随 她也成为宏极一时的女星 但后来她就转战台湾 台湾确实是她的福地 给她巨大的机会 1984年 年近四十的潘颖子 得到了《神雕侠侣》中 小龙女一决 这么多年 《神雕侠侣》被翻拍了一次又一次 从李若彤到刘亦菲 每个人心中 都有一个独属于自己的姑姑 但在七零后眼中 最美小龙女 非潘颖子莫属 虽然已四十岁 但小龙女的孤傲 心冷 忧郁却都藏在她那双 有些朦胧的戴眼睛里 她饰演的小龙女 轻心飘逸 就像一个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女 令人着迷 《小龙女》之后 潘颖子又迎来了一部 重要电视剧《一代女皇》 这也是她的巅峰之作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的角色 年龄跨度非常大 但潘颖子 却经受出了考验 先把幼年的五妹娘 演得天真烂漫 机灵可爱 后把当上女皇的武则天 演得一态十足 无怒而微 前后判若两人 少年的武则天 内心单纯 眼神清澈 一颦一笑 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 中年的武则天 历经磨难 已从不安适适的少女 蜕变成了眼神伶俐 心思沉稳的宫斗高手 老年的武则天 已成为大唐的女主人 身着龙袍 坐在龙椅上的她 不怒自威 让人不寒而栗 为了饰演好这个角色 潘颖子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她本身身材娇弱瘦小 为了演出武则天的霸气 她拼命增肥 餐餐大鱼大肉 吃到恶心 只要没有戏 不是坐着就是躺着 最终成功胖了20斤 才有了威风凛凛的武则天 该剧一经播出 就创造了万人空向的效果 收视率超过60% 这个记录至今没有被打破 潘颖子也红遍台湾 一跃成为最后瞩目的女星 进入90年代以后 潘颖子又迎来了人生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饰演一代皇后大玉儿 敢爱敢恨 才智兼备的女主角大玉儿 在这部剧中 潘颖子同样从十几岁 天真浪漫的少女 演到头发花白的老太太 同样没有丝毫的违和感 这部剧也让潘颖子 开始在内地走红 她的演艺事业 又上升了一个高度 别人的40岁是中年危机 潘颖子的40岁 是人生崭新的开始 她用自己的实力 征服了两岸三地的观众 也得到了业内人士的肯定 所以 年龄不是阻碍一个人 进步的借口 只要你足够努力 任何时代都可以经验世人 演艺圈向来是感情是非之地 随便拿出一个人 都有着丰富的情史 但潘颖子却是个意外 虽然她貌美如花 但为人却很自律 尤其对感情 及其专一 出道至今 潘颖子唯一被爆出的感情对象 只有一个人 就是陈洪烈 陈洪烈也是TVB老牌男性了 他比较出名的角色有 精致遇孽中的太医孙清华 笑傲江湖中的大反派 左冷禅等 潘颖子在十几岁的时候 就认识了风流的陈洪烈 在她的苦苦追求下 潘颖子终于敞开心扉 和她交往 相恋几年后 事业正当好的潘颖子 和陈洪烈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郎才女貌的结合 让人羡慕 而骨子里很传统的潘颖子 更是为爱隐退 她想象的婚姻生活是 男主外 女主内 或者相夫教子的生活 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只可惜 她所托非人 婚后陈洪烈对婚姻很不珍惜 更是和不同女性传出绯闻 潘颖子虽然很爱她 但并不能接触她感情上的背叛 她更没有委屈自己 而是在婚后三年 就提出了离婚 和那些好聚好散的人不同 潘颖子是一个有仇必报的人 陈洪烈带给她的伤害 让她愤怒 多次在媒体面前 骂她不负责任 这直接导致陈洪烈遭到谴责 事业一落千丈 出轨的人终究是付出了代价 离婚后 潘颖子的日子并不好过 她情绪低迷 甚至一度用酒麻痹自己 因为脑子不清醒 就可以不记得那种痛苦 而且她人也变得很悲观 甚至几次试图轻生 还好被家人抢救回来 值得一提的是 离婚一年后 陈洪烈想要复婚 却被潘颖子一口回绝 她直言 女人要活出自己 不想再重新回到 每天守着电话的日子 爱时 全力以赴 不爱时 快刀斩乱麻 如此敢爱敢恨的性格 像极了她饰演的角色 而这样的女子 虽然会被伤 但她却有治愈自己的能力 走出离婚阴影的潘颖子 塑造了许多经典的角色 成为万千瞩目的女演员 只不过她没有再传出绯闻 她直言对单身生活 十二分的满意 爱情有更好 没有也没关系 这样的态度 是走过风雨后的豁达 更是经历坎坷后的通透 如今 不老女神潘颖子 已经71岁了 但从她近日发的自拍来看 她的状态很好 皮肤白皙 活力满满 正如青春少女一般 让人不禁感叹 她活成了天仙同老 每天坚持运动 注意饮食 岁月都不能左右她 每次亮相 都惊艳世人 虽然她单身四十多年 膝下无儿无女 但她却用另一种方式 讨好了自己的人生 她是独身 但她并不孤独 她努力经营自己的事业 努力保养自己的容颜 活成了自己的女王 她就像自己曾饰演过的 武则天一般 扛过了岁月的打磨 拓展了生命的厚度 虽然那段爱结束的 有些不堪 但她却没有困在其中 而是选择和过去挥手作别 并带着微笑和魄力 向前狂奔 终究活成了那个男人 高攀不起的模样 而潘颖子的经历 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人生不怕苦难 怕的是你自己投降 如果你是一颗坚强的幼苗 终究会长成 能为自己遮风挡雨的 参天大树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还想看谁的故事呢 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 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